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零八零零整点新闻 我是黄品宁 实话是马上带一关新到最新消息 高雄是惊传了警匪对峙 双方僵持十二个小时 嫌犯最后是中弹落网 更是了解嫌犯是涉嫌 在台南后币区国民党部放置爆裂物 警方在昨天晚间展开攻坚 嫌犯也持枪回击 不过现场是多次陷入僵持 最后警方是在稍早清晨六点四十六分 终于将中弹 已经失去意识的嫌犯 台上救护车送一挤救 现场最新状况 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吴惠山 现在惠山的详细报道 如果稍后有更多资讯 我们也将随时为您插播 至于但关心到的是云林县斗六工业区 昨天一家生产隔热纸的铁瓶工厂 是起火燃烧 现场是飘出了大量浓烟 还不时传出了爆炸声响 而丰盛助长之下 整座厂房是全面燃烧 而至于起火原因 疑似是员工在半焦作业时 不慎硬发火事 造成一名32岁的太极移工 首部灼伤紧急送一 索性没有人员受困 云林斗六的十六国小 在昨天上午发现 校园内的水龙头是遭到破坏 甚至在禁烟的校园之内 也出现了烟蒂 校方是赶紧调阅监视剂画面 发现前天晚上 是有青少年进入校园 才在洗手台上攀爬到了二楼教室 一次在过程当中才会造成 水龙头的手把断裂 事后这群青少年也向警方投案 表示他们只是因为一时好玩 穿着制服竟然是大胆到店里吃霸王餐 有名男学生日前是利用 傍晚人多的时候 到新北市土城一家中式料理店里 点了一份120元的烧肉餐 吃完之后还刻意改变造型 戴上了黑框眼镜 但是没付钱就落跑 店员追出去 但人早就不见踪影 内观新岛中美贸易战又见曙光 美股持续向上电高 内观新岛台中市环保局 因为空估对于台电开出了300万元罚单之后 再下最后通牒 14号开始 中国仍然有深煤继续使用 视为没有完全完成改善 并将暗次处罚 不过对此台电回应 中国全面不准使用深煤 电力供应恐怕不止冲击到中部7个县市 影响幅度恐怕达到全国 因应大法官是自742号解释 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了 行政诉讼法的部分条文 至于关心到立法院院会 昨天三读通过了 国家情报工作法的部分条文 修正桥案 全面加重卸入